另外前總統馬英九 在今天出席了馬錫慧五週年研討會 他也強調說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識 跟一國兩制是兩回事 希望兩岸能夠回到九二共識 並促成蔡錫慧 戴著國旗口罩拱手不握手 前總統馬英九出席馬錫慧五週年研討會 向中國隔空喊話 二零一五年十一月七號 馬英九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在新加坡創下兩岸領導人 六十六年來首次會面的記錄 五年後的同一天 馬英九強調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識 和一國兩制大不相同 中國在六號也舉辦馬錫慧五週年研討會 郭台辦主任劉潔一更說 兩岸繞開九二共識 進行對話溝通完全行不通 陸委會則表示 北京已經將九二共識 定義為一中原則 共謀統一 並走向一國兩制的政治代名詞 無法處理主權和定位問題 只會更容易陷入中國設定的政治框架 華視新聞 已經關於黃昭聖台北報導